敲敲门聊心事 听懂彼此心中没说出口的事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敲敲门聊心事 我是阿光 我是心理师王子欣 来玩心理学做自己的主人 上个礼拜呢 我们谈到了与青少年谈心 那这个礼拜 子欣要为我们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啊 要开始跟大家谈 怎么样跟青少年做正向的教养 尤其是在行为的管理上 哇我想青少年如果听到 这几个字感觉就好害怕 行为管理吗 对啊 你是把它连接到那个体罚吧 好像也是 就是比较积极的行为管理 比较积极体罚叫积极的管理 那你小时候被积极管理的经验是什么 我小时候真的 我们那时候体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当老师 我们要先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那个年代管理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跟听众搞不好差了蛮多岁的 现在体罚是有问题的 对现在体罚是有问题 对对对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谈那个体罚 在教育部的规定或法律里面 其实是不恰当的管教方式 那阿光是什么时候的人 哪个朝代或年代 你要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才能够吃到体罚 我六年级前段版 所以我大概从国小四年级开始被打 就是在学校大概就是会用那个小学的那个椅子的那个板子开始打 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中有一个除法不会写 然后我就除了被秋信老师打以外 他还叫我叫我扛着椅子半蹲 那个时候我才国小四年级 教除法的时候 是因为数学不会 所以就被体罚 对 我是六年级的后段版 在我小的时候 国小的时候其实蛮常看到被体罚的场景 蛮常看到 所以你比较不是那个被体罚的学生 我比较不是被体罚的 我都是看到 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也大概都是三四年级 好像三四年级课业比较重 然后老师开始对学生有比较多的管教 不见得是正向的行为管理 我常常常常常会想说 为什么老师会需要用到体罚 你觉得那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阿光提到这个教师的位置 那个权威 我们后续可以来谈这件事情 但是我印象中 我小的时候看到很多同学 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 开始被老师体罚 比如说你小时候被打过手心吗 当然 差一分打一下吗 我是没有办法差一分打一下 我就是狠狠的一直打 我不骗你 我真的是可以打断那个国小的那个椅板 对啊 以前好像都是比如说没考好 然后老师就会拿 你们是椅板 我们是拿藤条 有啊 国中的时候就换藤条 然后我们在下面等 我都记得我隔壁的同学就会开始搓手 我们有一些秘方嘛 就是要把手搓红 然后老师快打到的时候 手要微微的下降一下 但不能下降太多 不然的话老师就会重打 你是那个不常被打的学生 那你的配搏还学得蛮那个实在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是被摆在梅花庄里面 我周围都是那一些 那个老师认为不太好管的学生 你在那个中心点需要负责 就是人家说进诸者赐吗 我尽量跟他们学坏 老师以为我可以赠助他们 但是我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可以跟这些朋友们 到现在我们依然都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记得以前 我看过一个很残忍很残忍的画面 我觉得我们老师怎么会这样对同学 就是我有一个班上有一个小女生 然后长得很可爱 可是他就是数学不太好嘛 然后我印象中 就是也是四年级的时候 可能那个数学真的是蛮难的 然后他差很多分 但是他很瘦小 所以老师就叫他去讲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 打小孩都要打给大家看 对不对 因为羞辱 对就是羞辱 那他就叫我那个国小的女同学 在讲台前面 然后要打 可是因为他差太多分了 所以打到后来 这么小小的可爱的小女生 他手就会一直散 一直散 那老师最后很生气 就叫他趴下 打屁股 打屁股啊 就像韩剧那样 就是拱着身体 然后老师就用那个藤条打他屁股 可是因为他太瘦小了 裙子很膨 然后打起来 老师觉得好像没打到 所以我看到那一幕 打起来不实在 对 我看到那一幕 我真的觉得好难过 我眼泪都掉下来 就是老师把他裙子掀开来 在全班面前耶 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体罚羞辱 这个连性别意识都 这个老师都要重修 对我们是六年级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就看着我的国小老师 把那个我的同学的裙子掀开来 然后打他的屁股 我真的觉得好难受 我眼泪就流下来了 然后在那个当时 我心里就觉得 他没有做错什么啊 就只是数学考不好 怎么办 我没花装坐你旁边的 我会觉得 这个比较少被打的 这个时候在演什么 竟然一感到就是 我是真的觉得很难过 但这有一种观察学习 我看着同学这样被打 我数学能不好吗 就是杀鸡儆猴的概念 有效果就对了 真的有效果 我看着同学被这样子打 我当然回到家 我数学真的是不太好 但我死命的念啊 我就是不想 不想被老师这样的对待 然后我们三四年级那个老师 我真的觉得也是蛮残忍的 就是也有一个小男生 我们班同学也没有考好 然后老师就叫他脱衣服 身内裤 大中午的时候去跑操场 我也觉得很难受 就是虽然我没有被处罚 但是我好害怕 我光是看就会觉得很害怕 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 有没有唤起你 像我们这种六年级生 或五年级生的童年记忆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是被羞辱式的管理行为 那个行为是 比如说老师期待的啦 家长期待的 然后他觉得我们做错了 但他没有重新教我们数学 他也没有重新告诉我们说 哪里学不好了 该怎么样做 可是他们用的一种方法就是 你做错事了 然后你需要被处罚 而处罚的方式是非常的羞辱 其实我觉得体罚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他结构性的原因 最简单的是 比方说像现在人手一击 你说你那个小男生穿内裤跑操场 如果在现在 那个老师就要倒大霉了 因为现在都可以录影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定程度有效 就是因为所有事情都摊在阳光下 所以一定程度也会有相关的这种 嚇阻的这种效果在 那我其实曾经访问过一个 惠文高中的退休老师 因为他刚好出了一本书 那本书叫做 因为教你我认出我 那他作为一个 长达三十几年的这个教师 而且他是拿到斯多奖的老师 那他呢就做了很多的反省 那他他当时讲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刚好可以解答 为什么那个时代的老师 需要用体罚 就是他说他从那个 师范体系的学校大门毕业 分发到那个教育现场的时候啊 那个学校的教务主任 就除了给他相关的这个书籍以外呢 就发给他三枝藤条耶 那当时他非常的震惊 我不是来教书的吗 什么时候 我被授予要成为一个训授师 他当时真的是用这样子的形容词 那像我自己早期在高中任教的时候 我后来才体认到说 其实这个就是被授予要班级经营 他们的那一种教育的专有名词 叫班级经营 也就是说你这个班 老师跟老师之间 其实也有所谓的这种竞争意识在 所以他就会在方方面面 不只是课业 可能包括像我们以前一定会有什么 秩序比赛啊 整阶比赛等等的 所以那个老师就变成一定要 非常的严厉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老师 感到压力的时候 情绪失控会使用体罚 是但我觉得班级经营可能跟团体或者是荣誉是有蛮大的相关的 那你刚刚提到的这本书 因为教你我认出我 其实我们都是在跟别人的互动当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那我们在谈体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第五集的时候有提到羞辱式的教育 其实不是一种教育 所以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经验里头 我看着我的国小老师 他好像在教育 其实那不是教育 让我的同学他身体受伤害 心里也受伤了 我在看的同时我也觉得很受伤啊 即便我现在四十多岁了 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觉得那个小女生 或者是那个我以前的国小同学 跑操场的那个小男生 他们现在不知道过得如何 我也会觉得很难受 那如果回到我们心理学的观点来看 那早期心理学都是从行为主义来的 也就是说有一批的心理学家 他去看动物的行为 然后从动物的行为里面去类推人类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比如说行为主义的心理学里面 比如说像巴夫洛夫啊 他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 那我们今天待会来谈两个心理学家 一个是巴夫洛夫 一个是史金娜 这两个心理学家 他们是从动物的行为里面去观察 人类的行为是怎么样被塑造的 那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正向教养里面的行为管理 其实有某种程度的概念是类似的 所以他其实是虽然他是用动物来做观察 但他主要的重点是会放在说 当动物在发生这些行为的时候 他周遭的那个环境因素如果作为一个变因 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了 比如说像巴夫洛夫他是一个俄国的心理学家 那他其实也是个医生跟生理学的专家 那他的工作呢跟生活习惯都非常非常的规律 他准时12点吃午餐 准时喂狗 准时离开实验室 而且每天晚上准时睡觉 还睡着 是 这很难耶 真的要准时睡着真的蛮难的 那他因为他的准时 所以他发现了 他只要到了那个实验室 那他的研究生也会因为老板的准时都蛮准时的 所以他发现了他这个只要到了实验室之后 他的狗就是实验室里面的狗 听到了脚步声就会开始流口水 但是脚步声跟流口水的关联是什么 他知道有东西可以吃 是 所以可见得 他就是透过这样的实验 原本狗看到食物才会流口水 但是食物跟脚步声配对 他就开始流口水了 所以以后只要听到脚步声 狗就流口水 这个道理就很像是 我们广告常常用的 比如说美女就会心动 但是如果美女加跑车 也会心动吗 是 最后把美女移开 你只要看到跑车就会心动 是 这就是广告的效果啊 所以他发现行为是可以训练的 就是你只要有一个环境的刺激 就可以达到训练 是 我想我刚刚听你那样子的例子 我就会举一反三说 那个狗狗为什么会流口水呢 是因为他的那个安全遗父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教授走进来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继续要来聊 有关于体罚 还有有关于行为管理 欢迎回来 悄悄门聊心事 仔细我们刚刚聊到了 有关于这个 你说这个教授进到 巴夫洛夫 是 那他只要进去之后 进到这个 实验室 他这个狗狗就开始流口水 对 你刚刚提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你也重视情感 因为你说 应该是这个狗跟教授之间 有依附关系 对啊 当时 没有人在研究依附关系 所以他比依附理论还要早就对了 对对对 他们只看到 教授就是一个会给他食物的人 所以是因为研究者 这个人 这个教授 他跟食物的连结 狗只看到这件事 所以他看到了教授来 他就觉得有食物了 所以有奶便是娘的概念 所以狗听到脚步声 就开始分泌唾液 这件事情 让巴夫洛夫在1904年 得到诺贝尔生理学跟医学奖 那他这个连结就是 原来行为是可以被训练的 狗的行为都可以被训练吗 他只要看到这个人 会给他食物 那他就知道 我认得这个人 那我就可以表现出正向的行为 所以你有没有养 你是养猫的 我养狗养猫 只是忙的时候开始养猫 忙的时候养猫 狗怎么办 没有 就是我长期以来 我都是做那个中途之家 所以我有养狗养猫 我最多的时候 我的住家里头有八只动物 我自己也有养狗 养狗 我觉得训练狗这件事情 就非常的行为主义啊 因为你是做中途的 所以你的家里的动物可能来来去去啊 那因为我是真的是养狗 所以我在训练狗的大小便上面 就非常用行为主义啊 就是当他在固定的地点上厕所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奖励嘛 所以你我也训练我的我的小孩跟先生就训练那只狗 坐下 趴下 握手 就非常的行为主义 就是当他有一个好表现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给他增强物 然后他就会学习到 原来我这个行为是可以被增强的 那狗不是因为肯定 他是因为那个食物 所以那两个事情被连结起来 对 就是当你说握手 他就把手伸出来 其实是脚 然后把脚伸出来的时候 你就握握他的脚 然后给他一个饼干 他就知道这个行为是会连结的 原来我只要做这件事情 就可以得到狗饼干 那这就是巴夫洛夫的概念 就是他原本并不会被增强的行为 就是狗把手伸出来 把脚伸出来 他并不知道会得到饼干嘛 但在经过你的训练之后 狗的头脑其实是这样 就是把手伸出来 那他就 有饭可以吃 对 他就做到了 对 他就做到了 对 所以这两个 本来是不相干的事情 是因为食物的连结 让他被训练起来 所以拿来类推到人 巴夫洛夫的概念就是 人类的行为 也是环境的产物 当他有一个好表现的时候 我们给他一个正向的肯定 对人类来说 你可能是食物 也可以是奖励 心理上 但对动物来说 就非常的实质 就是食物嘛 那行为是可以被训练的 那我们刚刚谈到巴夫洛夫 他是一个非常准时的人 准时吃饭 准时睡觉 所以他只看到行为的结果 他只看行为 是 可是呢 他唯一一次失眠 就是因为他的儿子 在白俄罗斯运动的时候 过世了失眠 所以对行为学家来看 他们只看行为 可是心理上还是有一些复杂的历程 我不知道在他有生之年 有没有觉察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行为训练 是可以被训练起来的 但是情绪好像没有办法控制的 它就是会自然而然的产生 情绪只能够管理 那这是在俄国的心理学家 还有另外一个心理学家 叫Skinner 就是史金纳 他就是延续巴夫洛夫的这个概念 那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我觉得行为学家的心理学派 他们都非常的管理自己的行为 很自律 非常自律 他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这个史金纳呢 他44岁的时候就被写进心理学史 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获得最高科学奖 那2002年的时候 美国心理学界票选 20世纪最出名的100位心理学家 他是第一名 那他也很会上电视宣传 他很知道观众要什么 有一次主持人问他说 如果要选择烧掉自己的书 或烧掉小孩 你的小孩 你会选择什么 我的书 这是一般人的选法 对不对 他毫不犹豫啊 他就回答说 我愿意先烧掉自己的孩子 他当时有孩子吗 重点是 后来那个标题就变成 心理学家要烧掉小孩 所以也就是说 他很知道怎么样操作 这个舆论 让大家能够这个看见 他的心理学的学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Skinner就是史金纳 他的研究里面呢 他把那个巴夫洛夫的行为 又更加的加强了 也就是说 动物的行为 就是由行为的结果所决定的 他更厉害哦 他训练鸽子 他训练鸽 上网去找这个YouTube影片 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在教学的时候 也会用那个影片给学生们看 就是他训练那个鸽子 比如说有一个字卡掉下来 上面写pack 就是啄 鸽子本来不知道 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可是呢 他只要无意间 啄了一下那个字卡 他下面那个箱子 就会掉下来一个饲料 那鸽子就会发现 我只要啄 就会有饲料掉下来 所以他就不会再到处找食物了 当他肚子饿的时候 他就会去啄一下字卡 就会有食物掉下来了 哦 所以他不是在等 就是像刚刚狗狗说 看到他进来 然后就流口水 而是他进阶的去 他只要去啄那个字卡 他就有得吃了 他就不用盲目的找了 他只知道肚子饿的时候 我就啄那个字卡 然后就会有食物掉下来 那他更进阶的就是 比如说他把那个字卡 换成turn 转弯 转圈圈 那刚开始鸽子不知道 但是他发现 他只要一转圈圈 就会有食物掉下来 所以他看到那个字卡 变成turn的时候 他就转圈圈 然后他就会去到 那个饲料箱里面 去找掉下来的食物 所以他用这一个方式 训练的鸽子可以认识单字 勉强 我觉得可以说他认识单字 但是他事实上他是不认识 他其实是 我可以这么说吗 他其实是好像被制约 他是被制约的 就是他以后只要肚子饿 他不会到处乱窜找食物 他只要看到pick 他就是啄了一下 看到turn 他就转弯 他就有食物吃了 所以从他的实验里面 他宣称鸽子老鼠 这些小动物 他们的行为 都可以由行为结果 所塑造 那人类行为也是 只是比较复杂 我觉得难怪他们 这些心理师 尤其是行为 研究行为的心理师 他们会这么自律 因为他要把这个变因降到最低 才能够理解那个环境 对这一个鸽子也好 老鼠也好 或是狗狗也好 对他的这一个因果关系的那个互动 那个制约怎么形成 所以难怪他会非常自律 只是我们看到这些心理学家 在研究的时候 都是用鼓励的 就是给饲料 然后那为什么 我们的教育制度 是用打的 打的会让我连接到考好吗 我觉得很好奇 对你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些心理学家 他们都认为行为 人是会寄取教训的 人是可以被训练的 但是你猜行为主义 他们赞成体罚吗 体罚 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 我觉得应该赞成吧 他们应该 就是举例上面 只是举例了吃对社会大众 但他们在实验上面 可能也有训受师的一面 史金娜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心理学家 他是坚决反对体罚的 虽然他训练鸽子老鼠 他是用行为主义的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他是用奖励的 他是用食物 所以听起来他是 认识了像马斯洛尔的那种 生存需求的时候 去谈一个 他的行为的那个自缘反应 我觉得在当代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那个非常久 非常久的那个年代里面 他会坚决反对处罚 是因为当时某一些自闭症的儿童 然后当时有一个风潮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痛绝 然后用捏的啦 或者是电极啊 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 让他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然后要改正 那Skinner他并不认为 这个是好的方式 他认为处罚 或者是任何的嫌恶刺激 他没有任何的长远的效果 也就是说在那个当下 可能会让这个人或这个孩子 觉得这件事情是不被接受的 是不对的 可是Skinner认为 我们对处罚的反应都是逃避 反抗或固执的不理睬 那这些不良的效果 如果我们常常使用 比如说在监狱啊 学校啊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常常被使用的对象 他就会逃避反抗或固执的不理睬 他是有短效啦 但是长远来看 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但我还是很难想象 这个反对体罚的 行为主义的心理师 他会想烧掉孩子 所以他很会操纵媒体啊 我觉得他很会这个 让大家知道 他的理论是很有个人风格的 那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 这个教养的经验里面 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孩子 都会觉得他的行为要被训练 所以你有没有小时候 被逼着学某一件事情过 可能一直以来就是说 班级上老师所教的 已经学不好了 所以不会被逼着学什么 而是你就是要把成绩赶上来 那我看到现在很多的小孩 可能会被父母就认为 学音乐很重要啊 然后学什么才艺很重要啊 然后就会常常逼着小孩去学嘛 然后都会认为 你长大后就会感激我 然后就会用行为主义的方式 比如说你这个弹得好 然后就给你奖励 弹不好就用惩罚的方式 剥夺的方式嘛 所以事实上那个连结 就是我学习这个感觉到痛苦 对啊 所以很多的孩子 他们在被逼着学乐器的时候 在我的粉专上面有一个影片 我想大家去搜寻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有个小男生拉二胡 然后他边拉边哭 可是那个二胡又拉得很好 就是那场面非常的哀气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下面网友的留言啊 就写说一曲肝肠断 天涯何处密之音 就是把那个二胡的哀气的弦乐 拉得很好这样 可是边看就会觉得很难过 就感觉就是好像是非常久远的那种 这个训练孩子的方式 可是如果回到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的观点 他们并不是认为 这样的方式是一个正向的教养 他们还是赞同 这个行为是环境所塑造的 只是环境要给他正向的鼓励 而不是用处罚或者是用剥夺的方式 让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学习是痛苦的 对对 其实我这就让我回想起来就是 我呢一路都不太会念书 可是你知道吗 我是到16岁的时候 高一升高二忽然之间开窍了 然后会念书 开智慧啊 你知道那个开智慧的关键是什么吗 拜拜吗 那个关键就是 当时我不是有跟你讲过 当时我跑去出家吗 那我回来之后 我妈妈当时是怎么引诱我回来 她就是跟我讲说 哎呀你高中没有毕业 你这样怎么念佛学院呢 你回来把高中念完 你以后再出家的时候 你可以念佛学院 但我后来想想就是 那是我16岁以来 第一次好像被鼓励跟期待说 你念完这个就可以去念那个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好像就开窍了 然后被期待 被期待 这个事后想想真的是觉得 哎 这个效果真的还蛮蛮大的 是 所以孩子是要被期待的嘛 然后我们要给他正向的鼓励 这回到我们今天谈的 青少年的正向教养里面 我们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个 应该要有的行为规范吗 那总是希望他是在被期待中长大的 而且正面的鼓励比负面的处罚有效 是啊 所以我想在体罚 为什么在现在渐渐的被淘汰 其实是因为更深一层来讲 就是教育本身不应该内涵 有关于竞争意识 有关于体罚还有正向教养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回来 悄悄们聊心事 紫欣我们刚刚谈到这个体罚 我们以前的体罚很普遍 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 就是不可以有体罚的发生 是 那这个是教育部有相关规定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民国96年的时候呢 教育部的主管法规里面 就有一个学校实施教师辅导 与管教学生办法须知 在这个办法须知里面呢 就有提到 比如说在第二条的时候 第二条的部分有提到 学校应该对教师提供协助 比如说老师觉得自己 第一个情绪失控或身心状况不佳 不适合辅导学生 第二个就是老师在辅导或管教 无效的时候 以及第三个其他的老师 就是身心状况不佳或辅导管教 无效的时候 这三种情况 学校都应该要对教师提供协助 那他在第三条的时候有规定 第三条规定要善用心理资商的辅导资源 也就是说学校要提供老师 可以寻求协助的管道 像你自己在职业心理资商 除了自己开工作室以外 像这样子学校的需求 个案的转介 就是你们进学校 而不是他们出来到你的工作室 是吗 我是资商所 那其实都有 在我早年的服务里面 我其实是会跑校的 那我今年工作比较忙 但是我有跟这些单位谈 就是如果要我跑校也没问题 那跑校是主要是学生作为个案 那像刚刚提到的这种老师的情况有吗 也是有 也是有 就是因为有一些学生 他是脆弱家庭的 那他如果要带来外面 可能有时候带来我的资商所 或者是其他的单位 按家并没有这么大的支持 所以就会由我们心理师进校去服务 但是大部分的教师 如果要寻求心理资商 他可能不太期待 心理师进校 他会来啦 我懂我懂 他会走出来 但在这个学校实施教师辅导 跟管教的办法徐职 在民国96年的时候 就已经制定了 是可以让学校的教师 或者是学生 普遍应用这样的资源 那家长也可以调阅辅导资料 那学校是需要保管这个辅导的资料 但是如果家长违反儿校福利法 学校是需要报警的 在这个辅导管教办法里面都有提到 所以他把相关人等的这一个关系都连接起来 也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个 不能讲互相牵制 而是他会有一个看起来像通报系统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心理师或老师 知悉儿童师在受虐的状态 会有自杀或伤害别人之余的时候 我们依照法规在24小时内都是要通报的 这是有相关的责任的 那跟大家谈一个更新的这个法律 就是在今年113年4月30号才制定的 叫做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学生奖程准则 113年4月37 奖程准则 准则 为什么你这个觉得很有趣吗 因为我刚好有一个经验是 我在高中任教的时候啊 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协助我们当时的那一个中和高中呢 废除了讲诚办法 也就是我们学校呢 就是跟老师顶嘴没有所谓的大过 那后来 顶嘴是大过 以前是啊 你在就是顶撞老师啊 直接是大过啊 那我大概会被退学 以前真的是这样子啊 那我当时就是把讲诚办法就是废除掉 那你知道我的下场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老师找我去吃饭了 但是管教权是需要教师被赋予的 但是他需要在一个设计过的一个环境里面啦 或条件里面啦 是 但我们当时会想要废除讲诚办法是 就像你上一part所讲的 就是我们想要把教训服合一 就是说你教育现场的第一线 你那个老师不能只是标签化学生说 你顶撞我 然后就把他送到可能教官室啊 或者是送到辅导室 而是那里就是教育现场 所以我还蛮好奇 所以我为什么会笑 就是说我蛮好奇 在今年四月所制定的这个学生的讲诚办法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讲到了教训服合一 那我常常听到这个学校的辅导老师 在辅导学生的过程里面 当然也有很优秀的辅导老师 但是少部分的这种教训服合一的观念 会让这个孩子在学校辅导的过程里面 他没有感觉到辅导 所以他就变成我自费 就是到外面找我的这种个案的来源 那我常常会跟学校老师沟通 因为毕竟孩子还是要回学校的嘛 然后老师就会很纳闷的问我说 我们学校也有在辅导啊 那他为什么要跑到外面自费去做资商呢 我都会很轻柔的 缓缓的问了医生说 有没有可能 他在辅导室里面感觉不到的是辅导 是训导呢 但实际上的 我说的那个教训服合一啊 是我们其实是不会轻易的通报到辅导师 而是我们鼓励代班的导师 或任教的老师 在第一线 比方说他遇到了学生顶撞 那他不能好像 我为了要把课程上完 为了班级经营 所以我把你所谓的问题学生 拉出来放到辅导系统 或是训导系统 而是那是一个教育现场 其他学生在这个教育的环境里头 也正在看你如何处理 就是拉这个法治的界限 但在我们教育部新的这个法律的规定里面呢 他认为小学跟中学都应该设立奖管会 哦 奖管会 奖管会 其实是用奖 奖励的奖 奖励的奖 管是 管理的管 管理的管 奖管会 也就是说我们不太把它当成是一种 训誉或者是惩罚 那在这个条文里面呢 他讲的是奖程的准则 在今年113年4月30号设定的 那施行日是8月1号啦 也就是我们录音的当时并没有还没施行 也就是他认为教师基于引导学生发展的考量 应该要让学生的身心状况得到一些的这个平衡的发展 那在这里头第七条他有规定一般的管教措施 比如说一般的管教措施有包括口头纠正啊 然后适当的正向管教啊 要求道歉啊 或书面自行啊 然后呢通知法定代理人来协助处理啊 然后要求学生完成没有完成的作业或工作 或增加适当的作业量 甚至可以用课余的时间从事某一些活动来促进管教的目的 然后要求学生可以静坐反省 也可以要求站立反省 但每次不得超过一堂课 每日累积不得超过两小时 其实蛮细致的 然后也可以暂时让学生跟其他同学保持适当的距离 但以两堂课为限 像这种新的这种制度啊 我们透过我们的节目啊 能够跟大家来说明 尤其是我其实家长要跟上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有时候孩子在这个学习的环境 就是一天八小时在校园里头 那他可能接受了一个价值观是这一套系统 那回到家是另外一套系统的话 其实有时候尤其在这个学习中的小孩 有时候会价值混乱 因为像我就有发现说 比方说现在不能提罚 但其实很多家长是很期待老师提罚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 现在还有那种跟老师说 我爱孩子你尽量打不乖 他不会讲尽量打 但是他会有一种安亲的概念 就是说这八小时就是我把他送去学校 你就是帮我管好 会有这种概念 所以我觉得透过我们的节目 能够把一些新的这种 有关于教育现场的新的法规制度 那家长能够跟上脚步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刚刚谈的就是教育部规定 教师可以做的一般管教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的孩子回来 告诉你说 我今天被老师罚站 站了三节课 依照刚刚的教育部的规定里面 可能就超过了 就顶多只能两堂课 而且每一次不能一堂课 就是每次不能超过一堂课 然后整天加起来不能超过两小时 那可不可以学鸭子走路 不行 老师可不可以叫小孩学鸭子走路 不行 交互蹲跳 不行 不可以 这是教师违法处罚措施参考表 提法里面就有 比如说交互蹲跳 要学鸭子走路 然后当然打就不用说了 这些都是不行的 那这些不当的管教 在这个条例里面都有一些规范的 那我觉得这个条例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在副表2 他列出了教师可以参考的 适当之正校管教措施 比如说这个 跟学生沟通的时候 要用同理心的技巧了解学生 让学生觉得被了解之后 再给他指导跟建议 然后这个管教条例里面 后面还有一个历史 就是有一些范例的语言 比如说你的好朋友找你打电动 你似乎很难拒绝 但是如果继续用太多时间玩电玩 你也知道会有很多问题发生 怎么办 让老师跟同学一起来帮助你 我 为什么你的表情这么 嗯 我觉得当然他这个 好细节哦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在学校认教的时候 看到这种规定啊 有时候反而是 会觉得绑手绑脚 但我觉得啊 这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 这就是我们在辅导学生 常常会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 他有做了错误的行为 那这个行为都已经发生了 与其用羞辱式的方式 或处罚他的方式 让他好像知错能改 倒不如用教育部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管教的 一个心态啦 就是让他理解 原来你做这件事情 有你自己的需求 那我也想照顾你的需求 可是在这个需求的同时 能不能够有一些更好的方式 帮助你自己 也帮助大家 是我想 老师应该要有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说 现在呢 人手一级 其实要找什么 新的资讯 其实学生都能够找得到 如果他要学习 他一定可以学习的比我们还好 所以 现代的所谓老师啊 跟以前 很不一样 以前可能会有所谓的 传道授业解惑 就是他一定要把他的课程讲完 我倒认为 现在老师的职能 可能会做一些变化 对 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 我们只要告诉他 这个不行 但是现在比较多的是引导他去看见 这么做不行的原因是什么 是 帮助他自我决定 是 无论如何呢 就是 所谓的正向教养 或者是说行为管理 无论 如何进行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跟孩子 要有这个关系上的建立 无论是你是老师也好 或是你作为家长也好 所以下个礼拜 我们要持续的跟子欣 来谈一谈 有关于青少年的正向教养里头 建立关系的部分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